张华特种收救队 上 县长魏明谷16日在花坛全国立员餐厅 颁奖表扬这次资源台南地震灾害抢救有工人员 包括张华县特种收救队 义勇特种收救队 救灾人员及送水勤务的消防局同仁等 共73名 感谢他们五思奉献的精神 今天最重要还是感谢大家 我们不是在庆功 我们是在感谢大家 慰劳大家 因为每一个弟兄掩护台南去救灾 针对这次救灾的话 同仁也都非常的辛劳 不过因为资源这种救灾工作 本来就是我们消防人员的一个本职工作 然后在辛劳的工作下 然后县长能够来慰劳我们同仁 全体同仁也都觉得非常的高兴 感谢县长对我们本县特种 说就对的一个重视以及一个鼓励 同时为县长也特别颁赠感谢状 感谢各界赞助及捐助办理这次表扬活动 共同慰绕救灾同仁辛劳 未来县府将深入了解 县内的土壤异化前市区 以及建筑物的相关状况 以保障民众住的安全 公益频道许维珍花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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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